深夜十分廟前广场空无一人 突然出现一名男子 心机可疑 手上还拿着一把木剑 疑似宗教使用的法器 男子走到监视器死角停了下来 接着用打火机点燃疑似服务的纸张 开始拿着木剑笔画 疑似在进行某种仪式 仪式持续短短一分钟 男子便扬长而去 事发后 庙方察觉天工炉 疑似招人倾倒废水 调阅监视器后 发现男子的所作所为 气得报警 因为庙方认为此举侮辱公庙 亵渎神明 这起事件发生在21日 苗栗后龙南港里某间公庙 警方调查发现不止一间公庙受害 就连三边妈祖庙 后龙南青宫公庙 也在差不多时间被倒入不明议题 调查询问之后 确认是遭倾倒浮水 且男子还在妈祖炉内焚烧俘露 并用件插在俘露上的行为 疑似在施法破坏 目前锁定一名中年男子 过去也曾有破坏外县市天工炉的记录 警方接下来将通知男子到案说明 厘清动机并查明不明液体为何 竹南警方同时也呼吁民众 若对于谭庙、寺官、教堂、坟墓 或公众经验处所有侮辱行为 将可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